原本这辆车是小明要试的 然后他讲他已经试过了这个 Sedan 的版本 所以他就把这个 Hatchback 的版本丢给我 然后现在他的人就坐在车上里面吹冷气 让我在那边晒太阳 没有错 我们今天要试驾的车款就是这个 不久前刚刚发布的 A35 Hatchback AMG 这辆车跟 Sedan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的差别只是在一个是 Sedan 一个是这个 Hatchback 但是 Hatchback 因为本身这个先天的优势啊 他看起来更加的运动化 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会喜欢这辆 A35 AMG 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为什么 Mercedes 要推出 A35 这样的车型 很简单 因为呢像是 A200 啊 A250 啊他们的性能虽然说很好 但是对于真正的钢炮来说其实也只是普普通通而已 如果是 A45 的话 就太过硬派 这个 A35 的定位啊就在这个 A250 还有 A45 中间 它给你一个比较中庸 比较均衡的这一个动态表现还有动力表现 虽然这样子讲啊 但是这个车子的这个动力表现啊还是非常的惊人的 我们先从它的外观说起 外观的话同样你可以看到 这个 A35 的设计啊 比 A250 呢是稍微凶了一点点 但是它又没有 A45 那么运动化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车身配色的 有一点低调然后又不会太张扬 然后你可以看到同样的它为了这个空气力学的表现 它设置了很多的这一个 空力套件啊 然后这种隔风的这个条纹啊 甚至在这个车尾啊都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扰流套件 来增加这个下压力让 A35 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稳定性更好 关于外观细节方面其实我是蛮喜欢这个 A35 多过于 A45 的 因为 就像我讲的这个 A35 对比 A45 其实它是比较低调一些的 你开出去你也可以避免了很多人看到你是 那种钢炮车型啊 就想来丢你的那种心态 和射弹车型相比呢 这个 Hatchback 最大的不同之数当然就是少了一个屁股啦 但是实际上啊它的这个载务空间表现其实也不会太逊色 对于单身人士来说 你偶尔跟你的女朋友出门 这个行李箱要应付一个三天两夜的行李 并没有问题 如果在你需要运载大型的物品的时候 它还有这个 424 的椅背倾倒功能 椅背一倒屏你就可以运载大 OTG 的那个物品啦 例如说你去 Ikea 买厨 它就塞得下了 所以实际上 这个车的这个空间运用表现 不算差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打开引擎盖 它的引擎同样的 还是 2.0 的波轮增压引擎 很多人说它不是真的 AMG 因为不是外面外眼镜 So what 它的表现还是很出色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 达到了 302 HP 或者是 306 PS 峰值扭率 400 Nm 0-100 的加速 低于 5 秒 匹配的是 7 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还有这个 4Matic 的四轮传动系统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 就是它的这个涡轮增压器是放在引擎的前方 这样一来 在你跑高速的时候 因为这个进风口的关系 涡轮增压器可以很快的散热 所以它的热损它会降低 不会因为引擎过热而大大影响这个车辆的这个 性能表现 我相信各位对于这个新一代A-Class的这个内装 其实已经蛮熟悉了啦 但是我们还是尋力来讲一下 因为它 还是有一些细节上的不一样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控台的前方啊 它的饰板上面有写着这个 AMG 的字样 再来因为这两次是 Edition 1 的关系 它不只是换上了这个有换挡波片的这个 AMG 方向盘 它下面还有写着 AMG Edition 再来就是我的这个座椅 它完全换上了一张跑车设置的座椅 这个座椅的包覆性很好 只是有点偏硬的话 在运动化的感受或者是你下赛道的时候 它确实给到你很好的包覆性 但是如果你以这辆车做唐突驾驶的话 这个座椅的设定会让你的屁股痛啊 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这辆车是新一代的车型 它车上配置了很多很多的这个USB插槽 但是清一色 都是 Type-C 包括了这个中央扶手打开里面有两个 Type-C Cable 这里的这个中央扶手打开 也有一个 Type-C Cable 后座还有两个 Type-C的插槽 所以总计是五个 但是如果你的Cable是一般的USB的话 那么你就可能需要去买一个这样的转接口 来使用了 麻烦是麻烦了一点 但是 幸好这个转接口也不会太亏了 10块钱一个 这个门板上面啊 这个A35用料是真的是很够 这边是一个软直的皮革 下面还有这个麂皮材 加上这个乌银的示板 层次感很够 摸起来的感觉也很爽 而在这个驾驶座呢 我个人也是很喜欢一下啦 因为 它的这个正前方 这个全数位化的这个仪表啊 清晰度很高 亮度很够 分辨率也高 所以完全不会有反光啊 或者是 显示不清晰的情况出现 这个是很多使用这个数位化仪表的这一个 车款呢应该借鉴的地方 还有一点就是它继承了一个A-Class很超流的设计 就是它有这个气氛灯可以选择 而且选择非常的多 如果你很喜欢那种个性化的设定啊 你可以把这个气氛灯的设计set到一个很sexy很sexy的感觉 而在 正前方 它还有抬头显示器 这个抬头显示器同样的也是因为它是NG的车型 做出了一些相对的设计 例如说这个抬头显示器的那个显示的内容是比较 感觉spotty的 再来呢就是要讲到这辆车的安全配备啦 这辆车是进口的车型 所以像是那种车道偏移警示啊 车道偏移辅助啊 车侧盲点侦测 前方撞击易警 自动紧急刹车 它都有 这一点是我觉得这个A35还蛮有诚意的地方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 A-Class算是C-Segment的车型 它的轴距其实已经超过了2700mm 但是呢 这辆车的这个 后面的空间表现其实 并没有太过出色 因为这种车型其实也不是讲究家庭使用 像我的身高大概是180左右 我坐下去 其实空间的表现还好 但是 大腿这边的支撑几乎是没有了 如果你坐鞋一点的话 这整个感觉会更怪 而且它的这个座椅的发泡棉设定也比较硬 毕竟它还是这种运动化的车型 所以这台车载人的话 尤其是载你的老婆你应该会被老婆骂啦 坐起来是不算舒服 不过摸起来质感很好 毕竟它有这个阿坎塔啦 再来它没有因为它是运动化车型 它就牺牲了一些便利的配备 它有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你还可以调整这个 出风口的这个位置 再来下面有个小小的置物空间 我刚才说到的两个Type-C的USB接口就是在这里 它可以让你的后座乘客为手机进行充电 还算是不错的配备 整体来说这个A-Class的空间表现 其实是中规中矩啦 OK 现在我们就开这个A35 Hatchback 来上云顶呀 一踩油你可以听到的就是这个 Engine的声音很爽 这个Bike的声音很爽 是哦 热血 这一个还是在普通模式下面的一个声音表现 它已经可以让你就是 很想把这个油门杆杆踩下去 对哦 蠢蠢欲动 蠢蠢欲动啊 加上它是这个Formatic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跑云顶山路应该是蛮好玩一下的 首先呢这个引擎大概就是302HP 这样子的引擎数据哦 你在这个山路完全是不用担心它没有力爬山的 对它来讲 这种山路其实真的不算什么 真的是很有力推 现在进弯 Formatic就是不一样 它在这个山这种弯道的时候我根本都是非常非常的灵活 再加上它的引擎的动力很澎湃啊 你爬它Porsche稍微深踩一点点油门它就上去了 其实我是觉得啊 这种钢炮车型配上四轮去同的 根本就是在耍流氓 非常的流氓 太爽了这个感觉 而且其实这辆车的轴距不是太长它的轴距大概是 2730左右 2730大概就是 C segment的等级 C segment的等级在这种弯道的话 它不会有太大的负荷 它还是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这个灵活性 加上这个Formatic系统它可以把这个 扭力分配的比较均匀一点 所以在爬山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这个车 不大会推头 毕竟还是四轮 然后它这个弯道的表现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灵活 就很稳勒这辆车 对很稳 而且它座椅的包覆性很好 整个就是gap住你 包住你很稳 因为它这个配来就是比较赛车 比较运动化的座椅 就是amg的bucket seat 对而且这辆是addition 1 addition 1 真的是 OK啦这辆应该会进入我的这个 list里面 Top 5 还是Top 10 Top 10 啦 Top 10 啦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hashback车 就是因为hashback在这种山路的表现 真的是很灵活 300匹的turbo engine 这个不大长的轴距加上这一个 四轮传动系统 这辆车的表现是真的是 可以满足大部分人对这一个运动化的需求啦 看一踩动力就来 我觉得其实 可能都不用到A35 A35 就真的是足够好玩了 我觉得你每一次出完一点油 它立刻来 对它就不会有任何的迟钝啊 它的 它的这个 变速箱的换挡罗机是很快的 它并不会有TOMAT 基本上你一身材油温 人家动力就来了 哦这个声音真的是很销魂 重点是你现在在confirmable 对现在在confirmable而已 这个confirmable 还没有换那个运动模式 这辆车我 这辆车我有点surprise 这辆车在这里的脑架 对这辆车在这里的脑架 你看每一个弯 因为我觉得一方面它这个4MATIC它会自在 换着那个 在分布着那个扭矩 扭矩对 再加上这个engin跟那个 变速箱的那个调教 很直接 很很激进 对啊 我其实觉得这辆车在这一条路啊 很灵活 对 你看Ivan一出完一点 把我那个力就立刻出 然后这辆车很灵活 对 五油出完 你看这个表现 富油 其实这个S1很考验车的那个 车体刚性 还有那个车头指向性 对 我只是怕后面晕车爆 不会啊 小鸣讲steady pompe p 哈哈哈 哇真的我坐在这一个副驾我能完全感觉到那个稳定性 而且现在速度其实 没有很快吧其实 对 这真的没有很快吧 大概是七八十而已 七八十左右 OK 它的这个车体的刚性你真的feel到真的是 你可以感觉到这个车体刚性真的是很好 你在这种 弯道的时候 因为它刚性够它撑得住 所以你不会感觉那种车体有这个扭曲的感觉 你看它过完 超爽的 对啊 就是说你过完再踩油轮胎都不会叫 因为它整个车就是能hold得住整个 那个力 而且它也配到这个轮胎也比较好 所以这个抓地力也很够 对 我会很好奇这辆车如果跟那个MX35比的话 哪一辆车的handling还好点 很期待啊 不知道 是一个很精彩的对决 是一个很精彩的对决 因为毕竟output也 就动力输出很接近 都是300匹左右的车 其实两辆车的定位都很接近 很接近 排气量然后都是四轮传动 然后都是这一个 300多匹 连马力的数据都一样 差距应该只是在那个变速箱 对 差距变速箱 那个是GF吧 不是 那个是I-SEN的8IT 那个是I-SEN的8IT 然后这一个是70CT 不过BMW对这个变速箱的 调教是 不会让人失望的 所以我会好奇两辆车如果真的都要上运动的话 哪一辆的表现会更出色一点 不过 在这个阶段上面我会很满意这个 A35的表现 我真的觉得不用到A45啦 对 接下来上这些比较斜 比较大的 U-TEN的弯 就能知道这辆车 的那个 操控水平到底在哪里 这方面也可以考验它的性能 云顶比较难的地方就是在它过了半山过后的山路 更斜更弯 这个车 真的是你的那个底盘刚性差一点啊 你引擎动力差一点啊 都会辛苦 对 还没有 我们现在切换下SPORT模式来说 我帮你换一下 好 SPORT PLUS啊 哇我的SPORT PLUS啊 这个AZOS的声音也太凶了吧 我因为一推那个声音是 哇哇哇哇哇 你在后面应该会很明显的那一个 我不知道这个MAC有没有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 很凶耶 真的很凶 很凶耶 而且我感觉还有在拖牙情况 对它在拖牙 它的牙箱很激进了现在 哇这个声音 哇这个 这个大弯 它真的踩着油过完 对踩着油过完 完全就是hold住整个地方 哇那个方炮声 我有一个感觉等下我下山应该要去打油了 是哦真的掉了一颗油了 好凶啊 不过真的这个 Mercedes 的这个 车的这个操控的进步是真的进步蛮多 真的感觉到它的进步 以前的 AMG 就是之前加速很快 对 然后操控就是还好 但是现在真的是进步了很多啊 我也是有这样感觉到 是真的可以感觉到这个 Mercedes 的车款 在操控的进步真的不是1000KB 的样子 这一次他们把这个 SR5 做得很均衡 我讲真的这种云顶的这个 过了半山这种泼面啊真的是 是它的这个加速根本就是没有问题 你轻轻点一点油门它就上去了 只是这个声音真的是太爽了 很热血 会高潮 对会高潮 不过还好我驾车是不会太粗鲁 你看后面做到还很舒服 这辆车上山真的是在耍流氓 真的是在耍流氓 对啊 很多的车 除非同样它是新人的车 不然的话 你可以看到很多车 是看到你会让路的 对啊 而且我发现到它中段的力很厚啊 对它其实它在这个前面的这个起步阶段 它这个动力表现不会让你很惊艳 它让你惊艳的是它的这个中段的加速 它的动力储备很够 它只要一到了那个区域 它动力就砰一下出来 对 Surprise Surprise这辆车 真的很Surprise 动力根本就是没有压力啊 因为它在过完的时候很压力 对对对 它那个循迹性很好 对 我在后座可以feel到这后轮很减力 对 我在这边坐之后 我觉得Ivan 应该是很有信心在驾着这辆车 当然 对 它真的给到我信心去过这些弯道 对 它的每一个弯过的都是很 精准 它的指向真的很精准 OK啦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上山体验啦 真的是很爽很爽很爽 我在这个副驾已经有点高潮了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A35 Hatchback的试驾分享 就是这辆车在我试驾过后啊 它完全成了我Dream Car List 里面的其中一辆车 很简单就是因为这辆车 其实它整体表现真的很均衡 它动力有 可以满足到大部分人的动力 而且它不会太硬派 虽然悬吊还是硬的一点点啊 重点是这辆车的这个颜色 还有它的设计吸睛程度真的很高 我们一路来云顶的过程啊 很多的小姐姐都会把头往过来看下我们的车 其实这样可以稍微的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啦 因为毕竟你驾这种新人车啊 就是想人家看你多两眼嘛 对不对 很明显的这辆车达到了我的需求 不管是在外形啊 动力啊 等等等等 我都很喜欢它 所以在这边 我要跟大家推荐这辆车 如果你的预算刚刚好 大概是40万以内 你想买一台新人车的话 这台车真的真的真的值得考虑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啊 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